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早一個月我們曾經幾個禮拜前 講過一隻廈門港 一隻最後私有化 差不多由那時候過一升到上去 現在都應該是兩個一號幾 升到一倍左右 其實呢 今天都發現了一隻差不多 所以最尾的時候都會講回 有一隻跟廈門港 差不多的 而且它有百尼式 所以我覺得可以 買完之後坐一坐 即是無論你是收息也好 還是用來炒上去也好 我都覺得是幾值得去買入的 那這一隻呢 就好像每天都不停升 一成幾去 那我覺得如果你有買那些 都已經 應該 配升有餘 應該已經放了一半 那 這個呢 就看看會不會像 早幾個月前介紹那隻 那隻 即華控股1842 那一隻 那一隻比較 大陸一點 就是 大品牌一點 就是復星醫藥的旗下那一隻 那一隻 那一牌呢 都是升回一成幾 那一隻 那那間那些介紹呢 就像那一隻 那一隻 那如果你觀看回復兔呢 都很像的 那那你現在看到 這個就是 我們用回 這個 月線圖 那這個就是 復瑞醫療 另一隻就是力徑 你看到 過了二十天線 就已經彈上來了 今天也有另一隻 跟這隻 不是 跟這個行劫有關 剛剛好 第一次打穿了阻力位 我覺得也有機會 就是 好像這兩隻一樣大升 打穿了阻力位 除了剛才那兩隻之外 就是 早幾天 這隻就是新神動力 這隻就是華神的兒子 現在 就算我們說升了兩成多 相比於 黃金時期 其實還是相差一段距離 即是 它的高峰位差不多到五個半 現在還是 剩下 0.7 介紹的時候 大概是0.5 0.6 現在去到0.7 大型的就是 華潤醫療 今天照升的 另外兩隻 大家都要記得 就是 同仁堂科技 同仁堂 兩隻 就是同仁堂 割藥 這隻就是 新特能源 今天都繼續 系升 其實差不多 升下升下 就開始 會破頂了 那 它最高好像是27 左右 現在都23 你見到市盈率 其實都依然非常之低 所以那時候介紹的時候 就覺得值得投資 它也有 色派 其實它是 給了第一季的業績 我覺得 在今年內 最少 都升一倍 那麼 業績上 我覺得 如果它沒有什麼特別差池 我覺得它升一倍 都是很合理的 那這些就比較 叫做 真的 價值投資 就不是 有些細價股 是在搏 會不會變成了 注資 那些 那另一隻呢 是 因為昨天沒有拍片 其實在之前介紹這一隻 是 第二天呢 它跟著那隻 新東方 是升得很厲害的 那 究竟今天 現在呢 究竟 值不值得去碰呢 那我待會 有機會再說 那 那 如果買了 那我都會 說 那 現在 究竟還要不要 丟掉它呢 那 那 這一隻呢 就是浮風 那 就是前一段影片 因為昨天沒有拍到 就是 1084 是 升得很厲害的 那 你不要叫它今天跌 因為介紹的時候 都是過百 那 它還是這樣 這樣繼續升 那 而另一隻呢 我覺得是 可以去 那隻呢 1084 就不敢 叫大家再買 那 所以呢 浮風我覺得好一點 那 浮風也都不是這一段影片 那 差不多 一個月前的直播 那時候介紹 那 它那個市場率是比較低一點 而且 它 還是在低位 那 所以 現在升起上來呢 其實就不算太誇張 那 各位好歡迎大家 回到來配升企劃 那 如果大家都喜歡 投資一些配升股的話 那 就記得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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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鈴鐺 那 就不會錯過任何一隻配升股 那 記得呢 就要訂閱這個頻道 那 那 大家其實見到 我們 介紹的股票呢 都是比較高風險一點 其實就 不關 高不高風險的事 其實任何股票呢 大家都要 加以自己的評估 以及承擔所有的風險 那 就不要見到 我說的那些說 OK 那就OK 不OK就不OK 其實 因為之前 就算Patreon有些人問 有時候不OK的那些 翌日都爆升的 那 因為現在你看 就是 那時候 至於有些 就 古古怪怪的 是博一下反彈的 就是 而那個反彈也超大 那 第二 就是 希望大家也可以加回 我們的Telegram 也有下面 社交媒體 其他的 Facebook 或者是 IG 那方便我們 通訊的 那 下面有條link 大家可以加回 那 第二 如果你們 都覺得這段影片 或者是之前 看過的影片覺得有幫助的話 那 希望大家也可以支持 我們頻道的發展 那 也 就是 令到大家可以賺得更加多 那 我在 這裡 其實就是 下面的條link 就是這樣 那你會看到 現在多了一個叫做 除了Patreon之外 也有Buy Me A Coffee 那 又有少少提外話 那 如果大家想 skip了一部分的話 可以按下 下面的timestamp 轉回去 看大市 重溫一些 世價股 還是回答 聽眾問題 都可以按下 timestamp 去到不同的部分 那 Patreon 為什麼會引伸 這個Buy Me A Coffee 呢? 其實在很早期 已經有人加入了Patreon 問有沒有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捐款 和 donation 因為其實呢 你見到有些Patreon 其實是 有些人的 頻道的Patreon 可以去到很貴的 那 但是Patreon 他在這裡 那個答案 就說他沒有想過 要加一次性的捐款 那 就變了 他說那個方法 就是叫大家呢 就是 參加一個月之後 再立即取消 那就可以 做一個一次性捐款 那個過程 非常之 不是 那麼friendly 那 其實呢 他給了一個生存的空間 就是這個Buy Me A Coffee 他那個Buy Me A Coffee 其實呢 就是 純粹呢 就是給你一個 位置 就是 叫做一次性捐款 那 你可以打回你的 那個 那個 Message 那也可以 你加多少都可以 那大家記得 這個 由於 他 暫時 這個 就是 不是所有 法定貨幣都可以的 那所以呢 他 這些 五塊 一百塊 這些全部都是美金的 所以大家記住 那跟Patreon不同 因為Patreon 就 教了他做 港幣 其實我剛剛才 想說這個 這個 他已經是 買了一個咖啡了 那我現在就 喝一口 那 所以呢 那 所以呢 就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我們頻道的發展 那 我們呢 現在先說回大使 那 再一次 多謝 所有Patreon 那些 支持者 或者是聽眾也好 那 我們去回大使 其實呢 我想說回 你看到 納指 其實呢 現在這個市況呢 我覺得就是 不能夠再用以前的做法 就是 就是 很早期很早期的時候 大家就會 嗯 你猜 然後呢 升兩倍 就是升一百點 我們就升兩百點 跌一百點 我們就跌兩百點 接著呢 就是 差不多就是 美國、日本啊 泰國啊 什麼都一起升 一起跌 那現在呢 就是 奇怪到呢 除了那個市 不同之外呢 指數和指數之間呢 都開始呢 就是 關聯性呢 是不大的 就是 我也不只是說 納斯達克 跌啊 美股跌 跟著香港照星啊 或者這種情況啊 因為之前 就已經說了 騰訊 跌到 差不多 其實只是在等著 美股大跌 那現在呢 納斯達克 已經到那個底 就是 照計 那 因為 他去到這裡 可以再 穿多一下 再回上去 但是呢 就 啊 現在呢 道指道呢 反而呢 都好像剛剛開球一樣 那現在呢 他應該呢 就要穿了 這個 29,000 啊 29,000 啊 29,000 你會看到 28,955 點 所以他應該呢 要穿了一度 之後呢 就看看會不會恐慌地 再 跌下去 二四三八一的 那 跌下去之後呢 那就 就 結束了 那 而你看回呢 我猜 很多人都買了 啊 這個 看一下先 我沒有記底呢 即是你見到呢 如果你買了 7522那些呢 那其實呢 就已經 是 叫做 開 波 向上 那我按一按 這裡 那你見到 其實呢 就好像一隻 強勢股 剛剛轉勢做 升 那所以呢 其實呢 你是可以先保持 那 那保持到什麼時候呢 其實的確呢 現在呢 無論是美國 還是 即是 美國還是香港 都是近乎 那個底 所以呢 你會見到 剛才所說就是 除了說 同區的指數 沒有關係之外呢 那些股票呢 就是 有些是繼續在創新低 就是 有些是 無端端又 爆升 六倍 你見到這隻 新東方 那所以呢 現在呢 逐樣逐樣 各有各的 那 我們看回 這個波幅指數呢 其實它也是 開始 彈回 上去 那 就是這裡 那你 跟之前所說一樣 那 我覺得它應該 就是 假設最激烈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一些熔斷 那你可能呢 去到 四十啊 或者五十 其實你見到連續兩天呢 都 可能跌到近一千點的話呢 那你可能都 開始要 走一走的了 就是 那隻這樣的 七五二的ETF 因為 要這個跌市完結呢 就是 連續 插幾天呢 而且 也要插得 誇誇張張的 那就會 會完結 那現在暫時 就不是 但是 你見恆子呢 由於它已經 就是 恆生科技指數 或者恆子呢 它已經是 插得不少 那 所以呢 就變成 會 呃 就是 不太跟 那個市 就是不太跟 美股 那 就 那 看回那個 那個 恆子 現在呢 其實呢 其實呢 還未做好的 所以呢 恆子呢 那些大型的成份股呢 就不要碰住了 包括呢 就是 那隻 那隻 騰訊呢 如果你還未買 是不用碰住 但是買了 不用怕到 吐 那 就不用了 那 那 因為 因為 騰訊呢 我覺得就不是太過 恐慌的 那 那 因為它去到應該 三百元呢 我猜都應該 要停的 因為有時候你都很難猜 它是不是真的跟著跌的 嘛 因為始終它都是一隻 強 就是基本面是強的股票 那 但是呢 你見恆生科技指數呢 就已經 起碼一個星期 它是站穩在二十天線的 那 所以我不敢說呢 它是不是會跟著跌 那 而且 你見恆生科技指數 你見它 已經 每個都倒下來了 你想想 阿里巴巴是由三百元 滅下來的話 那 變了呢 它現在還是不是可以這樣跌呢 那 我就覺得未必 其實你見美股呢 在 開市的時候 有時候你見到那些 中概股呢 都會是 它跌七百幾點都會繼續升 那 所以呢 我覺得就一隻還一隻 那 所以呢 美股呢 就是 啊 就是 美股大型的那些 你就不要管它 那 但是呢 有些科技股呢 我覺得是可以 去開始呢 如果你是分很多注的話 都可以買些 那 我們怎麼看呢 我們看回呢 這個指數成分股呢 其實你看回呢 叫做 有些 股呢 其實是 強勢的 包括呢 就是 我們有 早前介紹的 理想汽車 那 你說 不要覺得是 叫做 那麼遲才說 因為其實呢 它都是今個月呢 才升得厲害的 就是 一個月內 升了四成幾 是這個月才發生的 那 所以呢 其實呢 是 現在呢 才是強勢的 那 另一隻就是 啊 蔚來 那其實呢 你可以看回呢 叫做 將來呢 拉回上去 究竟是哪一些 就是 要拉回指數的時候 那 其實近來強勢的那些呢 其實呢 都是代表著 有機會是它 拉氣的 所以包括呢 就是 理想汽車 呃 我們看看這隻 蔚來吧 因為呢 其實呢 本來我想說呢 就是 應該呢 電動車呢 就是 應該都會是 用來拉回指數的 那個動力來的 但是呢 因為呢 這個蔚來汽車呢 就暫時呢 就暫時呢 在 這裏呢 是 叫做 上市不久的 那 還有呢 就是呢 這個小鵬呢 你不要以為三架都可以了 那其實呢 現在呢 小鵬汽車呢 都依然呢 是在 下低 所以我覺得呢 就是 剛才看回呢 蔚來那隻呢 我覺得是OK的 就是除了理想之外呢 蔚來我也覺得OK的 那所以你們可以 看看 那個指數呢 究竟哪些呢 是 值得去買呢 那 因為如果你 最最最最 最簡單 當然你買回 3033 真的 沒有槓桿那隻 那隻 拿實股去 去 買回 3033 這樣買上去 那至於 722 我們說完這裡 雙湯我也覺得OK的 那 然後呢 其實你可以逐一隻逐一隻看 看看誰呢 在 那個叫做 周線圖的 20天線都過了 那 那 京東健康呢 我看回 現在都OK的 那你說 長線那些呢 你很難看的 其實長線 的線圖呢 差不多呢 都只剩下 叫做 網易 還有呢 就是 理想汽車好的 那其他差不多全部 包括美團 都是 未做好的 但是 說過 有時候 就是 你很難到 到月線圖都做好 才買的 因為到月線圖做好呢 就會出現了 出現了 叫做 這隻 那樣的 新東方 那樣 它現在 月線圖的確做好了 但是呢 它已經由 4元 升到上去 上到去 爆了 但是 不是的 如果你周線圖做好 的時候 已經買入了 其實呢 我想你 可能五個多買 那它飆了上去 我覺得是大把 位放 你五元 六元買 你現在都已經賺很多 所以我現在就要先說 變成好像平安好醫生 其實呢 好像這些 我那時候 做好兩天 都說可以 搏一搏 就是 其實它周線圖 算是做好 而且呢 這隻呢 以前呢 都是厲害的 就是 大家一起玩 科技股的時候 都會記得 這隻 平安好醫生 所以呢 我就會覺得 平安好醫生 都是OK 另一隻呢 就是剛才 講的 京東健康 因為京東健康 在早幾個月都說 其實它自己都回購了 而 八度也是 它在電動車 除了說 那三輛車之外 暫時可能 不要觸碰那隻小鵬 但是呢 我覺得八度 都 我覺得 可以去理一下 另一隻 就是 比較傳統古老的 科技股 就是一些矛盾 古老科技股 就是 金山軟件 還有 這隻 還有那隻 就是金碟 2600 它都剛剛 在周線圖做好 所以 就可以 打拼一下 還有 354 我忘記了 是指數 但是 354 我覺得這陣子 都是 比較強的 因為 當時 連阿里巴巴巴還沒上 的時候 一炒騰訊 其實 連帶式 通常就是 金碟 金山 以及 中遠 國際 這三隻 就是這樣上 其餘的科技股 都還沒出生 所以 如果 大家 一炒起來 都會記得 這幾隻 所以 大家可以留意 到底 指數股 哪些是 值得買 大家也可以 逐隻 逐隻 測試 哪些 是OK的 剛才所說 不是科技 指數 全部都會 升 如果是的話 就直接買 3033 如果不是的話 就要逐隻 逐隻 你可能自己按一按 到底 哪一隻 可以在周線圖 做得好 那你就可以嘗試 碰進去 包括阿里巴巴巴 都是 阿里巴巴巴 只不過我自己 就不買 原因就是 我不太喜歡 買阿里巴巴巴 那些股 但是 我們 叫做 好像 機械式 分析的時候 阿里巴巴巴 的確 現在是做好了 它比騰訊好 所以大家可以 留意 還有 剛才 說一下 就是 7226 那 7226 這隻 特別在 到現在 都還未穿 還未穿上去 所以 就變了 有少少 猶疑 就變了 那我就 不會碰 它就 不OK 所以 我就 覺得 不需要急著買 那 那 有些等它 破了位才買 其實都不遲 你看到1696 啊 或者是 558 其實都是破了位才買 即是 確定了之後才買 其實都不是太過差 那 那 這裡 一部分 就想說一下 那個 一些舊有講的股票 那就是 其實呢 其實呢 現在都做好了 大家要留意 其實 長飛江簽呢 是曾經 趕完之後 就再跌下去 那 但是呢 這些我覺得是可以長線去 去 持有 那 始終都是一些大型的國企股 那 也都是跟通訊有關 那 趕完之後呢 跌了下去 那其實 這些 這些時候呢 那麼 同時 你已經在這裏 當中了 真的 那 這其是 就是 變得的話 這支 另一支 的 �도 是 新疆 的 礦業 那 也 甚至 它 是 噁頭 苗头发了牙,亦有机会爆上去 如果它很高峰的话,第一是回到$5,第二是回到$14 1091这款亦是跟一些抗业有关,它现在经常在上升轨上摸摸摸摸摸摸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你是比较稳定派,但又想炒的话 我提到的结果就是这款$209 这款$209 ETF,如果你是比较大主,可能ETF会比较安心 因为你一只股票做了,可能真的会永不翻身 但由于它是ETF,当然中国也出现过整个行业做瓜距 就像教育股那样 但你起码心理上就不会说一只都弹不上来 所以如果你是又不想怎么想的话,我觉得$209是OK的 还有就是人保,人保虽然今天不升,但都开始要留意 IDG也是跟新能源有关,是太阳能的 所以一只也是走势好的,虽然今天不是太夸张 但应该开始多人留意一下,你都看到了,我说的差不多 全部都是在上升柜刚刚开始弹上来 那和记不觉不觉已经是创了几个月的高位 如果是另类的稳固,就是你收着识感上 那你记住可以参考买入和记 那现在就说回呢,有两只呢,就是比较新讲的 还有有一只呢,就是,叫做博曲呢,会不会私有化呢 或者是,因为它都挺低层的,就算不私有化也好 我也觉得是值得去留意的,就是这只天津港发展 那天津港发展呢,其实你看回呢,它的视像率呢 其实好像当时3378,中原之下门港那一只 那你见到呢,它的视像率也是非常低的,0.3 那,而它的颜色也是8点多 那你看回呢,3378呢,私有化之后呢 它才去回0.8 那就是那个视像率 那又变了呢,我觉得是 对于是,你起码呢 如果回到视像率,它0.8 也升超过一倍,甚至乎是接近三倍 那,和呢,它的视像率也都非常低 你回看的股价呢,它其实呢,也是 刚刚开波,叫做 叫做,发了一轮后呢 叫做第一次冲上去,那我觉得它有机会回回0.58 那些位的,因为 因為一向彈了上去後,都要回到BREAK加通道的頂 現在整個框上來,其實由21年開始磨到現在 第一波,看近期的高位是接近$3,現在只是0.7 也不想說2007年這麼浮誇的位,那些$9 所以我覺得這一隻是非常安全的,長線去炸一炸 另一隻就是Patreon有個支持者問,他在四個半樓下就說買不買得過 那時候我回答是不要買,因為他真的可以碰到這裏就開始跌下去 但是因為今天第一波,他已經升了上來 那這隻其實是挺高科技的,如果看表面上 有什麼AI那些物體的 雖然他都,即是AI再加汽車 那,如果科技要升的話呢,我覺得他也升得厲害 那今天呢,我就不知道他有沒有留意我的message 但是,其實現在都只不過升回4.5升到現在 因為我太早上那時候說,覺得這隻是值得 去買的 那4.5到現在都不是升得太誇張 那我覺得如果他真的跟回力徑或者1696那樣呢 那隻服裔醫療那樣上的話呢 那我覺得 他上回6.7甚至乎7元呢,我也覺得是 呃 不是太過誇張 那其實呢,還有三隻是比較 短線一點的 那跟一些 科技啊那些都有關係的 那但是因為 時間所限,所以我覺得是 那些我就這樣加在Patreon 上就算了 那就 不特別詳細說,因為都不是說長線做好 只是短線可能 怕他會出現一些 好像叫做新東方那樣,突然升幾倍那樣 還有 很難等他完全走勢做好 才賣的 那些短線我就留在Patreon 上說了 那另外一件事呢,就是 有人呢就在Patreon 上問呢,究竟 為什麼最近說過 即是早期一點 就是介紹那些 走勢強的那些股呢,開始 不太行 那 那有兩個答案 第一呢就是 其實 早期說那些呢 就是 未必不得 但是第二呢就是 真的不得 因為他 如果他來,所以有時候呢 我放一些時間在這裏呢 都對的 就是 你最好如果你找回 之前的那些呢 就是問一問究竟現在還好嗎 但是也是要覺得值得留意的原因就是 因為有第二個 答案就是 因為他依然是可以的 那只不過呢 現在呢就在這裏 但是有些人 有些股呢 他依然的力度是零石勁的 就好像這隻 海龍控股也是 那 你說現在是不是走勢 差呢 那就絕對不是的 因為他 去到0.3幾呢 都依然是走勢好的 即是假設他現在跌到0.3呢 那你不妨 買一買再駁回他再上去 那只不過呢 呃 即是這些細價股呢 我就一向比較少說 止蝕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他 波幅比較大 那止蝕的呢 就多數是一些叫做 撥反彈的那些呢 那些中型股 即是假設 好像我說 剛才剛剛說的那些 中遠國際的金山 或者是金碟 他不大不小 他又跟著蝕跌跌 也是很厲害的那些 那由於他的成交也是OK高的 那所以呢 走也都走得切的 那所以呢那些就叫做 叫做 走勢差的時候就要 就要去 止切 那但是由於細價股呢 就本身我買就不會多了 那第二就是走也都未必走得到 就算你買得不多也好 那所以呢就沒什麼怎樣去止蝕的 那所以呢你如果 看回近期呢 其實周線圖呢 就是他 如果你看回 平均線呢 就可能呢很早期的時候呢 就要丟一丟 但是這個因為就不是我那個 做法所以就 沒什麼特別說 那可能現在開始就會 多些說回 那個止蝕位啦 那如果有問的時候 我都會照說回那個 那個止蝕位啦 那但是 實際上看回現在這個情況呢 是不是要害怕到要 閃人呢 那我就不會啦 因為 本身就主板不是 而是告第二就是他現在的確呢 都還未是 叫做走勢差的 那因為 但是有機會就是那個 那個 中海游他自己都在想 就是他拍完色之後呢 都掉了下來 那所以大家跟著一起呢 不如轉一轉 就是為什麼不丟掉了去 就是如果你是全職的話 為什麼你不丟掉了去 走去玩一下那些 教育呢 所以呢 所以呢 每個人都這樣做的時候 那就是 照下跌了 那 講完中海 楊石游呢 就變成了講完另一隻呢 就是呢 283 那283呢 就變成了呢 它是兩者之間 它有點像 海龍的 那你現在看回其實它都只不過剛剛 回到10天線就回到上來 就是說 你說真正 真正要害怕到要 閃呢 假設我也要止蝕的話呢 那可能真的呢 它跌穿了呢 這個這樣的 7.5 或者7.4 我才會開始想 可能真的整隻東西呢 可能再向下 再插到下去 3元啊 2元都可以 那時候呢 才會 想著走 那 所以呢 這個時候其實就 它又不是特別差的 只不過是在那邊 那另一隻呢 就是 施折環球 施折環球 就是 早在4、5月的時候是挺強的 那也是因為它挺強的 就是拋離那個20天線是挺遠的 那也都在那邊斜 那現在呢就是斜到呢 一個優勢 那如果 就是 當然你 可以就是 長線 搏回它 升很多倍啦 那你就控制 你就不要賣那麼多了 因為 它這隻呢 現在都變了是 比較小一點啦 就不是一些藍醜 其實藍醜也不是說一定OK的 只不過 一個 舉例的 那其實就 如果 你現在買回去呢 就 看著 即假設你現在這一刻買呢 就看著它 千萬不要跌穿一元 跌穿一元呢 那 那就 會直落呢 去到 0.87 那所以如果你是 要這樣走的話呢 那你就千萬呢 跌了 跌低過一元你就要走啦 那它可能去回0.8幾 才 彈上來的 那但是我就沒有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 你見它可能 由1元跌去0.87又再彈上去呢 其實可能都是一日之內的事 那最終呢 你會出現了 一枝針 就是好像這些 一枝針下來 然後上去 那 變了就 對於我來說是比較難一點 因為 我不能夠長期的看著 那如果你是可以得到的話呢 那你真的可以設定那個價 就是 凡是 跌穿了1元的 那你就立刻 立刻就丟掉了 然後呢 9毫子就立刻買回 那但是 就是因為這一個呢 對我來說 我覺得 不是可以賺得太多 即是你不及呢 你拿著它這樣上呢 可以賺得太多的 那各各的不同的風格啦 那就 沒有說誰對誰錯的 那就 看看回 通天也是啦 你見到通天呢 這個呢 就更加誇張啦 今天跌了呢 是兩成的 今天 那 你看看 究竟是否要 是不是要 怕呢 那你見到它也差不多剛剛好 差不多 去到0.89 那就 停了在這裏 它也穿過的 但是穿過之後呢 就上回來了 那就是0. 那就是0. 對啦 有沒有穿過的 最低都是0.80 這樣上回來了 那 照計呢 它就應該 會彈上去 那你說不是的 你看到0.7了 那如果0.7你覺得要止蝕呢 那就 那就要閃了 那就可能呢 整幅和它再 扭回去 這樣去 那 還有一隻呢 就是 聽眾沒有問到的 就是這隻 這樣的樂響集團 那今天呢 就突然間 又升回一成多 那這些世界股最麻煩的地方呢 如果你說長線看好的話呢 它呢 因為波幅大 其實它是可以 插穿完之後再上回去 那所以呢 比較簡單一點的做法呢 就是我自己那個方向 一向都是 如果你買那個坑呢 是走勢好呢 那我丟了下去之後呢 就不管它之後發生什麼事了 那當然這個可能大家不同意了 那就 因為你下下這樣止蝕法呢 我覺得是很容易被它 拋走完之後再升回幾倍呢 那就與你無關 那我 只不過大數 理論這樣覺得 我買10隻的 沒理由每一隻 買完走勢好 都會全部變零吧 那總有幾隻是 真是可以蓋回 就好像 自己買的GME那樣 其實它一隻就已經蓋了你所有全部歸零的股票了 因為如果不是呢 其實呢我覺得 我覺得好像這隻六九八八呢 因為它要去回兩個八呢 真的不是很難的 因為它今天升了一成 它只要再 隔多兩天呢 即是 有連續兩天升超過五個百分比呢 那它呢 連續幾天啦 升回去兩個八呢 你都覺得不是太過誇張而已嘛 其實今天也升到兩個六號幾啦 那所以呢 你說 它是不是會收皮呢 那就 未必的 那可能 六月底完了試之後呢 它就 回到三元都可以的 那所以 就是 呢 歸納是什麼呢 就是 現在其實呢 這幾隻全部呢 都不是說 叫轉叉 就是 只看回那個大的月線圖 那還有就要看回你那個 策略是什麼呢 如果你是短線呢 那就不要看月線圖了 那 可能 可能隨便馬後炮說一隻啦 就是剛才1623那隻 那如果你呢 看到它呢 那麼強的時候呢 它是跟日線圖走的嘛 那它跟日線圖走的時候呢 就應該呢 0.7那時候呢 就已經要閃人了 那 但是你又要另一個心態就是 它爆回 升回 突然跌穿0.7 再升回上去 過半呢 你都視鬼打人 不要理他的了 就是你又不要 就是那種叫做點 就是有時候你跌了下去之後 又立刻上回去追回呢 那我覺得 都危險 就是假設 跌了下去0.7之後又再 一元升上去 那你一元又追回 那就是 就是很煩啊 那這樣 那 還有都 怕它升上去之後再 到跌九成這樣 那就是 就是讓它 讓它玩 那 今天我暫時就說到這裡啦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的 也可以在Patreon 或者是下面留言都OK的 那 希望大家也可以like一like這段片啦 訂閱啦 以及share 給你的朋友仔啦 那如果 這段片 或者是之前的 片都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歡迎大家可以 就是 加入我們Patreon啦 那就優先發問啦 還有就是 就是可以buy me a coffee的 那多謝各位 那我們 應該就 下個交易日再見 拜拜